姐妹講到為何男性這麼多 踢一腳才走一動 這也是男性其中一個特質 在她沒有興趣的時上 在她有興趣的時上 是你不用去叫她的 有些男性喜歡打球 或者喜歡看球 到時都不用提她 她一定知道她是重的 她看重的時候 男性有時少說話 有時患了不說話 另一個原因是她一說話 太太有時會疾她 說她為何她說話這麼蠢 在家人面前說話這樣 就變成她害怕了 害怕的時候她就不敢 所以當她真的踢一腳才動 我們心裡想就是引導 鼓勵她 欣賞她 讓她逐步提升 接受她是這樣的 不要繼續留在她的負面 其實什麼時候都是 任何人的不好 我們都不要留在心中 留在心中是辛苦的 做人會辛苦 但的而且她是這樣的 為何不留在心中 為何不計較呢 我計較就是 我的生命是 服事主做神要我做的 別人怎樣 我不是說過這個 輕生得性的比喻 別人是怎樣的人 別人是罪人 別人是瘋子腦也好 我都是繼續做我應該做的事 這樣的時候就會不受影響 但同事就不要遷就她 說她是瘋子腦也好 就是祝福她 但她就算沒有做 不要緊 我都願做 這就是在神面前放下 我這個釘死的 我就說我不計較人怎樣 我總是祝福 所以兩個關係 如果我用分數比較 譬如當我太太對丈夫很盡責 而丈夫的盡責很低 這樣的時候 這個婚姻是困難的 一方做一方不做是很困難的 但當這個太太介意這個對方的時候 她就會慢慢越來越做得少 而且她不知道她的負面聲音 就會寫出來 她自己也會說的 但如果她不受影響 她依然是這麼好 更加對她好 她就會逐步的提升 所以就是問題 你跟著你的丈夫一起 你的婚姻的關係越降 還是你拉她起來 我們同樣都是的 我們周圍的人 就要講信仰 很多怨恙基督徒 他們都是這樣 我都免得幫他們 幫我們多餘 這種怨氣就存在心裡 生命就會不被提升 但當我們的心裡 是充滿我祝福人 他怎樣也好 我都是祝福 經常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周圍的人越來越多興起 這就是同樣的原理 我們到底選擇 是看著人不好 所以我就不去祝福他們 還是我選擇 我走神的路 你怎樣也好 我都會繼續祝福你 這個我希望大家能夠 靠著耶穌得勝 這個是一個 可以說是很難的 就是一些難於相處的人 我們接受不到的人 依然是一樣對他好 這個就會叫我們得勝 阿牧師你剛才說 拉起他 你一定要永遠保持那個強 你才可以有力拉起他 你怎樣去吸收那個能量 保持那個強 是的 沒錯 他很受神 這個也是我 其實我周圍的人見過 每個人都不是說 阿牧師我現在每天都 充滿喜樂 阿牧師我都看過 不是 哎呀又有事又有煩 又有這個人 又有這個問題 人見過我也是這樣 又發生什麼事 如果我經常都被他拉下 我就自己受影響 有時有些人會說一些負面的話 但是我就堅決 神在我身邊有奇妙的計劃 我的身邊是很貴的 為什麼我因爲別人而 失去了這麼大的祝福呢 所以我就決意 走在神的路 決意享受神 什麼人都好 我就是祝福 碰真就是祝福 他有什麼不好 就算他有什麼反彈 什麼都好 我都是依然祝福 就是選擇永不因爲他而發怒 即是他做得不好 我不選擇發怒 我選擇祝福 我選擇正面處理任何問題 即是我全部都是選擇 用正面面對任何一個問題 就算我多差多差 我不會選擇放棄 或者不理他 或者對他不好 這個就是 因為我堅決我的生命 就是我要走在神的完美計劃 所以任何人是不會令我走向一條 就是不理人 不關心人 甚至有一天 譬如我真的被迫伯 坐在監獄裡面 有一天被人租賊 我依然說 他租賊我是他的事 我一直親近神 神就賞賜我 就算我一直被人打 被人罵 但是神一直對我好 不要緊 這些暫時的 一會兒會過去 上到天堂 神又很輕鬱 現在我也有喜樂平安 這個是我選擇了的人生的方法 永遠從神得力 人怎樣不好 怎樣麻煩 都是他的問題 即是他問題 我就和他劃清界線 但是人就不劃清界線 人就永遠祝福 如果大家有這種心態 你就會發覺 他怎樣都好 我都是祝福 我都是我 阿開心 叫聲 agogue 神點 神 神